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部网门风格满满的电影《最强学渣》 我们的男主正是这个学渣 学渣不要紧 关键是他是最强的 男主刚开始是个废柴小伙 突然遇到奇遇 开启开挂人生 套上白富美 走向人生巅峰 这简直是一贯的套路啊 电影一开头 男主就是一个留级留了好几年的高中生 上课就能睡觉 做题就能变痴呆 这种状态下的男主 老师都不喜欢他 班里的同学也欺负他 但毕竟有主角光环啊 善良的班花总是鼓励男主 还经常送糖给他吃 男主得到班花的青睐后 肯定会受人嫉妒 班长就是其中一个 他也喜欢班花 所以很看不惯男主 经常会找茬 但男主现在还是废柴状态 所以过得很怂 原来男主从小是个孤儿 靠晚上减废品生活 这一晚 男主又在减废品 减着减着就减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 不过男主也不知道 这块破石头是什么玩意儿 放在枕头边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男主走在路上 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 在调戏班花 这怎么能忍 班花可是我的 果断冲上去 要做这群小混混 但没想到 反被这群人给群殴了 临走前 小混混还比男主吃了本书 然后扬长而去 男主心中一万句妈卖批 却也无可耐 然后男主带着一身伤 就去上课了 老实惯例看男主很不爽 于是就出了一道难题 为难男主 这道难题可是连学霸都不会做 本来大家都想看男主出丑 却慢慢没想到 男主如有神助 刷刷刷地就做出来了 这让同学们差点惊掉了下巴 从此 男主开启了他的开挂人生 男主想着自己能这么厉害 可能是因为之前吃书的原因吧 于是男主又去吃了一本武功书试试 果然还真的有了一生武艺 接着男主找到了那群小混混 开始了复仇之行 三下五出二 就把那群混蛋做了个落花流水 然后他又吃掉了篮球杂志 让原本不会打球的他 仅仅用半场时间 就将比分打成36平 顺手还投进了一个超远的三分球 成功击败了对手 这不禁令人想起灌篮高手中的一句名言 教练 我想打篮球 开挂开成了这样 简直就是男人的梦想 虽然这很扯淡 毕竟这就是一部扯淡的电影 看到男主脱胎换骨 漂亮的斑花可是越来越喜欢了 本以为男主要一直进行着 古傲天式的开挂之路 结果却来了一个反转 男主开始发觉自己的记忆力 在慢慢变差 这也让男主很是烦恼 这天 班长和斑花走在路上 却突然被一群恐怖分子绑架了 这时真相也浮出水面了 原来那块黑色石头 是恐怖分子在逃亡途中买进去的 而且石头是具有放射性的 它能让人拥有超能力 那天男主捡到石头的时候 恰好碰到了斑花和斑长 而这一幕又恰巧被监控拍到 恐怖分子就以为这几人是一伙的 严刑逼供石头的下落 班长明白了这一切后 很爽快地供出了男主 男主接到求救电话后 赶紧吃了一大堆武功的书 这下可谓是武林盟主了 走路都带着风 就这样 男主直接找到恐怖分子 以一己之力群殴了这群 想要羞辱他的坏蛋 但毕竟这不是修仙小说啊 男主还是人类的身体 经过一番打斗后 男主还是受了伤 不过没关系 这是英雄救美的伤 这一下 班花可是爱男主 爱到不可自拔了 因为超能力使用过度 男主完全失去了记忆和超能力 最后 班花依靠自己的爱 换回了男主的记忆 两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开始了没修没造的交往 电影到此结束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